在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讲主土文 那为什么讲主土文呢? 有几个原因 一方面想大家以后会背了主土文 大家懂不懂背? 我想很多人都懂的 有没有人懂背文言文的? 如果你是老基督徒 以前背文言文的 我以前在天主教受洗的时候 我是背在天我等父者 天主教的文言文和基督教的有点不同 不知为什么小时候背的那些 现在还记得的 木兰池那些 很小过十岁八岁那些很深印象的 昨天那些可能开始忘记了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 将主土文背了它 就不是以后可以随便念口网 一背主土文就好像万应万灵 不是这样的意思 背了它是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我们经常可以去默想 其实我们回教会 做基督徒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 刚才David说我们祈祷 为宣教士祈祷 我们教会去外面 传福音 我们去东岸 New Brunswick 传福音 我们去牙米加 我们去OJ 暑假的时候 我们今次OJ有两队 然后又去牙米加 又去阿根廷 我们是做很多宣教的教会 我们有很多活动的 比如除了主日之外 我们有7月4日的退休日 如果你还没报名就快点报名 我们好像明天要交人数了 现在还差很多 我们快点报名 我们有很多活动 然后我们下午又有聚餐 这些更多的活动 如果没有了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变成了和外面中亲会 唐人街中亲会 差不多而已 那核心是什么呢 核心就是我们和上帝的关系 没有了那种关系 就好像单单有活动一样 两夫妻没有了爱 大家住在一间屋 就好像大家roommate一样 这样那个不是真正的家庭 真正的婚姻 关系是核心的 我们和上帝的关系 是我们整个基督教信仰 我们回教会做基督徒最关键的地方 所以我们今年暑假 就逐句逐句讲主土文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不单单只学祈祷 更加学习有一个祈祷的生命 祈祷的人生 和上帝的关系 所以耶稣教我们这个主土文 里面有很多很多 直接和我们基督教 基督徒人生的关系 所以我们今次就讲一下 这个第一句就是 我们在天上的福 好 我们去过去那个的 我们大家再读一次好吗 今次背了它好吗 如果你不懂得看我 我们不懂得看 一 二 三 我们在天上的福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处来凶岸 因为国度 权兵 荣耀 全是理的 直到永远 阿们 祈祷就反映出一个人的 熟灵的生命是怎样 祈祷就显示他和上帝的关系 去到什么的程度 第一句呢 下一张slide里面讲 下一个就说 当时在耶稣教主托文之前 耶稣就讲一些comment 关于一些当时人看来 是非常非常虔诚的人 法利错人 耶稣称他为假冒为善 英文叫做hypocrates 假的都不是真的基督徒来的 假的 我们说我们广东话的句话 是如假包换 这些是假的 没得换的 就是它是假东西来的 不是真东西 A货B货那种 就是它不是真的 为什么呢 但是它样子很像的 我听说有些A货 像到不得了的 一看下去的时候 竟然去一些 北京上海的旗舰店 买到来都是A货来的 哇 真是真都很紧要的 法利错人就是这样 一看 很虔诚的人 真的一样 原来发觉它是不妥的 为什么呢 原来它的祷告 显示到一些很严重的问题 接着耶稣就说了 那些假冒为善的人 怎么样呢 他们祈祷有几个特别的地方 第一 他们就喜欢站在 十字路口 很多人那里 接着就祈祷 啊 主啊 主啊 故意被人看到 原来他们的祈祷 是表演来的 我不是说我们每一个 公开祈祷的人就是表演 在教会敬拜里面有公开祈祷 但是这些 A货基督徒呢 它是表演的祈祷的 就是祈祷呢 无论是公祷 或者是小组祈祷 它基本就不是 是讲给上帝听的 是讲给人家听的而已 Make sure 人家知道 我的祈祷多厉害 我的祈祷在《创世记》 祈祷启示录 我的祈祷 讲完所有属灵里面 最好听的说话 Make sure 知道呢 我是好碰的基督徒 当时 法利塞人的心态就是这样 他们的祈祷 耶稣说 他们已经得了 他们的赏赐 就是说 人家觉得他 哇 好棒 拍烂手掌 他们的祈祷是想人家鼓掌而已 但是 天父 跟他好像的祷告 没有什么关系 他说 你们祷告的时候 要入到内室 关上门 祷告在你 暗中的父 意思就是说 不是祈祷 是偷偷摸摸的意思 祈祷是 每一个人 直接跟神的关系 身边 有没有人也好 等于没有人 就是耶稣说 你进到内室 关上门 就是说 身边是要没有人的 当然我们不是每次祈祷 都是进到内室 我们祈祷 无论是小祖 公祖等等 基本身边 有人 等于没有人 因为是直接 跟上帝 的沟通 那就是暗中的天父 就会报答我们了 这种第一种祈祷 就是表演的祈祷 就不行了 表演祈祷的人 他的属灵的生命 也都没有了上帝 他属灵的生命 都是要表演的基督徒 这是第一种的问题 另外一种 他说 你门土告不可障碍帮人 用许多重复的话 以为话多了必蒙谁听 另外一种的A for 基督徒 就是念经基督徒 我以前在天主教教长大的时候 就背了很多圣经 什么天主经 圣母经等等 不是说我们反对背经 背了经文 祈祷就背了它 背是有好处的 因为背了不需要 每次看着 记得可以默想 其实我们念土文的原因 就不是来到念经 念土文的原因 是帮助我们思想 但是我以前小时候 有一种完全错误的思维 念主土文 我们以前叫天主经 念三遍 五遍 十遍 念多几遍 就行的 就是说上帝 我多犯几下 他就一定可以了 念主土文的时候 要念得好些 高低亿人动作 又行的 加多几句 以前重 就一定会听话些 就变成了 好像一个做事 主土文多几次 十次 二十次 一百次 那就行的了 耶稣说 说多重复说话 那是不是一定行呢 不是的 因为 祈祷是讲我们的心 讲的说话 是真正是否能够反映我们的内心才是关键 讲到很多冠冕堂皇的说话 不一定蒙谁听 耶稣其实针对的那些人 我讲的那些多的说话 重复的说话 或者讲的那些对的说话 就好像 好像变魔术 讲咒语 芝麻开门 那就开门了 哎呀 有时候有人问我 牧师 我们祈祷应该怎么祈祷呢 你的祈祷好像这么漂亮的 是不是 讲中了 芝麻开门 上帝就开门 那你教教我 就是我们怎样祈祷 讲正我的芝麻开门 让我骑什么就得什么 这样 这种想法呢 搞错了 不是讲什么重复说话 讲这些说话就得 是讲我们的内心 祈祷是跟上帝的关系 那个心灵 重要 就是好像 有时候我的小孩 走来找我们聊天的时候 我一望 有时候不用说话 我见个儿子 望着望着 我说儿子 有什么求啊 是的 一望就知道 他望着我们 就是他的眼神 欲言又止 又上来跟你说话 跟着又 就是不动 眼睛就好像 惊惊的 当然要求我啦 求我做点事啦 就是不用说话的 当然 我说 做什么事啊 等他说 其实我知道他做什么的 小时候说 哎呀 麻烦你爸爸买个PS2 那时候PS2 他不说我也知道 因为他已经 暗示了很多次 哇 那个朋友玩PS2 PS3的时候 好好玩啊 爹地 他没有求我 不然我知道了 所以到他想说的时候 我已经知道他想说 其实就是说 因为你未求之先 我们的天父 已经知道我们 但是为什么还要我们说呢 我也想我儿子说的 为什么呢 如果他望着眼神 然后走了去 那也不当我是爹地了 是不是呢 真的聊天要沟通的嘛 当然他说了之后 我不给他 有时候不是求生就给的嘛 那么小时候 读书中要的 PS2大一点才玩啊 自己有钱自己买吧 到现在他有钱 我觉得都不是很重要的买了 有时不一定给的 真的有关系 他跟我聊天 那我解释给他听 为什么不需要呢 怎么 那我就说 其实不一定需要的 跟他聊天之后呢 他很安 很接受了 好吧 暂时不买住了 那半个小时就变成了一个 很好的父子的沟通的关系 关系 信仰是我们与神的关系 这是一个什么的关系呢 怎样的关系呢 耶稣教我们开始祈祷的时候 我们在天上的父 是一个与天上的父亲的关系 当我们进入宫里的时候 我们要退一步一点点 我们中国人呢 通常我不知大家怎样 可能女士比较好一点的 跟爸爸的关系呢 就是我们肉身的爸爸关系 男人来说呢 不是很close的 是不是 是的 不是很close的 通常因为我们上一代的男士 都是工作坏性 所以呢 就变成关系方面呢 有时 反而有时 有点点反面 记得爸爸 当然是去骂我的啦 当然是读书不好打我啦 就是想反面那些东西 那我在这个讲到之前 我以前讲的 我都想着这些反面 但是我想一下 我们和我们地上的父亲 是不是真的完全的反面呢 那我要想得 用力一点点的 就是 是不是真的完全反面 还是我们在我们中国人 含蓄的表达当中 找到一些真实 真的 其实我们地上的父亲 都是关心我们 不过他用的方法 我们未必收到的呢 那我想起一件事 我爸爸在这里我先讲的 我想起那件事的时候呢 就是 我小时候有一次呢 睡醒了 突然间呢 去洗手间 一声暈倒在地上 那时候是后脑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从此之后呢 就经常看医生 那时候我爸爸和我一起去的 我都忘记了 我经常想着 都是被他骂的那些 想起那件事的时候 发觉原来呢 他和我看那个老科专科呢 当时 心里面呢 是很甘甜的 啊 真是有关系 不过当年呢 男人又不讲 我想着想着想着 想着很久才想到那件事 几乎忘记了 不过原来是真实的 地上的父亲不是没有 不过我们中国的男士们 比较少一点 那到我们自己这一代呢 就会有点点说 是我们刻意地呢 要真的和我们的子女 男的女的都好 亲密一点 为什么呢 是希望建立父子那种的关系 这个是我们地上和爸爸 因为我们文化方面 产生这样的关系 但是我们相信 耶稣要我们想 我们天上的父 不是建基在我们地上的关系 他要告诉我们听 这个天上的父亲 是成为我们做父亲的典范 我们今天就不是讲父亲节 不过这个很关键性 天上的父亲 要我们跟天父里面 去真正感受到我们作为他的儿女的关系 所以当我们祈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整个信仰最核心的地方 好了 下一个 我们在天上的父 天父要我们认识他 不是叫我们有这个宗教的信仰 不是单单有一个理念 很多时候 就是说我们信耶稣了 我们成为基督徒了 那就是信一些教条 背一背一些圣经 主土文 什么使徒信经 有个信念 就是这样 是不是 不是单是这样的 有时候我们基督教信仰 是不是单是去教会 不是这样的 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最特别的地方之一呢 原来就是我们可以 同我们所相信的三位一体的神 我们称呼他为天上的父 这个是一个很密切的关系 超越了我们地上父亲的关系 是能够进入一个人生里面新的关系 圣经说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命的人 他就斥他们权并作神的乙女 信耶稣 不是有个信仰 那么简单 是能够有个新的身份 原来我们成为神的乙女 我们可以叫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 为我们天上的父亲 天上的父亲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大家明白吗 年纪大了不是很明白 因为父亲都很远 天上的父亲 在圣经里面说 他是看顾儿女 他是耶和华上帝 拯救 带领 安排 教导 整个以色列的历史 就是一位天上的父亲 去帮助他们 无边有 带领他们 以至他们能够在 一个慈爱的父亲 公义的父亲 带领之下 一步一步的成着 我们信耶稣之后 我们可以有了新的身份 原来我们去这个世界里面 不是再是一个孤孤单单 无人 无父母的孤儿 我们有一个爱我们的天父 带领我们 走我们人生的道路 当那些小孩在小的时候 我们发觉原来 突然间 爸爸妈妈 是很重要的 我不知道大家 记不记得 小孩在小的时候 我们很小的时候 要工作 于是就 送他去 daycare 当初去daycare的时候 怎么办 哭 但很奇怪 我们一走 他就不哭了 多数是这样的 哭了几天之后 我们走就不哭 daycare老师说 你们快点走 你们在那儿走 我们教不了他 你走就不哭了 是不是 接着很奇怪 我们去接他的时候又怎么样 又哭的 初初的时候 初初几天 一见到我们的时候 哎呀好可怕 我真的抱着我 一直哭 为什么这么哭呢 没有见爸爸妈妈很久了 其实不是很久了 只是几个小时而已 好 哇 那是不是说 daycare被人欺负呢 那不是 我们确定 daycare是挺好的 daycare是我们 good shepherd daycare 那些老师我们认识的 不是 很好的 教了很多年了 好的 那些daycare老师不是欺负他 是不是被同学欺负呢 都不是 我们有时 那些老师 那些同学欺负他 他捉了去罚他 就是daycare好呢 他不一定说 在daycare的时候 被人欺负得很淒涼 看到父母就好像救星 不是的 他没有了爸爸妈妈几个小时 因为还没上学的时候 还没去daycare的时候 时时都在爸爸妈妈一起 所以 一见到爸爸妈妈就 哇 很开心 可以抱着他 后来我小孩子上学的时候呢 我儿子就拖着我 爸爸 你和我玩啊 我说 儿子不行啊 我很多事要做啊 那时候我在家做事 读书 写业 写文啊 那我儿子就很醒的 他说 爸爸 我要你 不用跟我玩 最好跟我玩 玩什么 打雪角 小时候打雪角 他几岁打而已 越大一点 不够他打的 小时候打雪角 哇 不要了 我不懂打雪角的 不要紧要 你在旁边读书 做事 我在你身边玩而已 就是我在你旁边玩的那些东西 拿着那些action figure 玩 那我看下 我都挺好玩 因为小时候好像是这样 但是我要做事 我儿子就说 爹地 你在我身边玩 我就开心的了 我就好像你跟我一起玩似的 这种感觉 我看到儿子的时候 我没有这样的机会 因为以前我们爸爸工作 很辛苦的 通常跟妈妈的机会比较多 所以感情就不同了 但是儿子看着我的时候 他说 哇 他在那儿玩得很开心 但不敢看一看我 他在那儿笑一笑 他用内心知道 原来有爸爸在身边玩 虽然我不跟他玩 没得跟他玩 他明白 但是他看着我 他在那儿玩 他的内心就很温暖 很开心 有一次我女儿发高烧 我女儿发高烧小时候发得很厉害 所以感谢主她今天也议得很正常 很高烧的 回到104度多 很高烧 时时发烧的 所以我们小时候跟她去医院 急症室是无数多次的 有一次就去了急症室 就是Markham Stofield 接着师母带了我的儿子 带了我的儿子 那怎么办呢 当时一辆车车回去 我的儿子很年轻 又睡觉又行 于是急症室 不知几个小时 两个小时 四个小时 六个小时 十个小时 谁知道原来她走了没多久之后 就可以了 那怎么办呢 我说你不要了 我们很近而已 Markham Stofield 和我家 走路大概四个小时 不过是冬天 几凍下 不过不是很凍 我说 女儿 我们一起走回家 他说不行 爸爸很累啊 你知道在急症室搞大陆很累 那怎么办 不要紧 背着 他说背着女儿走 一路走 他唯有减轻她的重量 一路走一路唱歌 Deep and why 又唱什么歌 我感受到 女儿在我背着她的时候 她抱着爸爸 心里面很开心 很开心 很开心 一路走的时候 之前发烧的那些都不记得了 最近我问她 我说女儿 你记不记得当年发烧的时候 我背着你回来 她说我记得的 那时候很小时 记得的 一个人 能够有一个爱她的父母 是不是 她原来记得的 在她生命当中 知道 当然我不是说我完美 有时候我都发猛烈骂她 这些是不完美的 不要说这么多了 说完美的这么多 我不完美 上帝完美嘛 但问题呢 一个人 他知道 有一个爱她的天父 爱她的父母 无论有什么困难 父母都在她身边 关心她 爱她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幸福的小孩 是不是 同不同意 我们的努力都是这样 他们读书 多少分数 其实是IQ 学习 习惯 我们努力 有时都有成功 有失败 但是一生里面 如果能够做父母 给到个子女 真正能够 她是 觉得 有个很爱她的爸爸妈妈 以至她感觉到很幸福 这个是我们给子女 很大的礼物 因为 她知道 有人疼她 她的人生 是会正面很多的 如果我们试试骂她 试试 是负面 试试 逼迫她 试试 现在我不知道 那些什么 虎妈 虎巴 是不是真的 是对还是错呢 我就不知道 我从来不是老虎 我们不敢做 这些做不到 那问题呢 令到她 心里面感觉 很幸福的时候 这个人 这个小孩成长 她就知道自己人生里面 无论什么困难 她都有力量 去走过去 去挡得住 如果我在 想回头 我们作为 人生的路上 我们的父母 是有限的 是不是 我们的父母年纪 要我们照顾回她 明白的 但人生的路里面 走不同的路 原来有一位 我们在天上的父 让我们的地上的父母 更完美 更有能力 而我们知道 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 拯救我们的耶稣基督 我们是他的儿女 这个是一个 怎样的事呢 这个是不是一种 很幸福 很平安的一个明白 信耶稣 原来就是进入一种 这个关系里面 相信上帝之后 从此人生 不再孤单 从此人生 最孤单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说 不要紧要 因为有天上的父 我们有位天父 跟我们同行 带着我们 不过要走第一步先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命的人 因为天父在 如果我们跟他距离 很远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 真正能够 跟他有一个 密切的关系 所以这道圣经 讲得很清楚 原来上帝是 愿意做我们的天父 不过我们要打开 我们的心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命的人 这个接待呢 是一个真正 在我们的内心里面的行动 不是说 哦 好了 我信了 不是说 哦 好了 我回来教会了 或者说 哎呀 我觉得基督教得多好啊 我就来听一下咯 未够 是要真真正正的说呢 我接待 耶稣啊 上帝啊 请你来到我家当中 来到我内心的家里面 我们成为一个生命的关系 我愿意信靠你 我愿意敬拜你 我愿意与你同行 一种心灵的关系 如果我现在说 弟兄 我现在来到你家里 一会儿吃完 一会儿下午来到你家里 愿意不愿意 你说牧师 不要啊 我都尊敬你 不过你不要来我家里住 为什么呢 因为我跟你不是很熟的 是不是 有时有些熟一点 有些不是那么熟的 不是那么熟来到你家里 我正 其实我 一会儿你探访你好不好 有些人说 哎呀 千万不要牧师 你不要去探访我 怕怕你 这种呢 即是我们的交情还差一点 是不是 如果我跟你说 哎 谁来 哎 我们今天来 要去吃饭 快点快点来 那就是friend 是不是 啊 迟点来先 牧师 我要把我家里的东西收起来 不要让你见到的 那就是我们的关系还不够 是不是 真的好的关系 哎 上帝 随时来 没问题 牧师来 OK 哪个哪个来 没问题 这种是一种真正的关系 接待他 就是一种的行动 愿意啊 上帝 随时 今天开始 入到我生命里面 我们就成为 天父的儿女 从今天 一路开始走 人生里面 这个关系 不会再改变 我们愿不愿意 在我们人生当中 今天就 真真正正 走前一步 不要还在那 客客气气 走前一步 请上帝 入到我们的心中 成为我们的主 成为我们的朋友 成为我们的救主 不在乎我们有什么教 甚至洗过礼 有时洗过礼 都都口口气气的 我那时候 小时候 在天主教洗了礼 以为自己是信徒 原来发觉呢 只有样子而已 原来发觉都是A货来的 由A货来变正货 信耶稣 请耶稣 入到我生命当中 1979年 1979年 你在教会里面 回来教会 真真正第一次 请耶稣 入我生命里面 那时候才真正明白 什么叫上帝的儿女 以前只知道 我是教徒 现在我是耶稣基督 上帝三位一体 真神的儿女 这是我们第一步 第二步 当我们有位天父的时候 原来我们人生 是不一样的 下一章 在保罗 在罗马书第八章 十四到十七章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 都是神的儿子 我们所受的 不是劳勃的心 营救害怕 所受的 乃是儿子的心 因此我们呼叫 阿爸父 有时我们 信了耶稣之后 我们都有很多怀疑 究竟是不是可以的呢 究竟信耶稣 有没有上帝 有时不厌我们呢 有时那种劳勃的心 劳勃的意思就是 战战兢兢 有什么事得罪主人 就惩罚了 这些说劳勃 就不是打工仔 劳勃是说奴隶 就是奴隶 说你完全属于主人的 那你一做错事 奴隶可以变你的 就是那种恐惧战惊 哇 上帝很可怕的哦 那我是不是真是神的儿子呢 有时会有争扎有怀疑 但是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 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 就帮助我们 不断肯定我们 圣灵与我们的心 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肯定我们是神的儿女 是神的儿女 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后治 就是说继承人 就是用这个当时领受财产的继承人 你是儿女 就成为继承人 是神的封城的财产的继承人 当然这个不是用金钱量度的财产 是用封圣淑灵的祝福的继承人 与基督同作后治 耶稣是神的儿子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现在一同受苦 也必和他 一同得荣耀 作为神的儿女 人生有没有苦难的 有 人生不如意识十常八九 很多时候我们有时会有个错误 因为信耶稣之后 上帝是天父 天父当然是爱我们的小孩 以时给他最好的东西 有时我们做父母都会聪明一点 什么都帮孩子做了 我们就后悟了 因为他什么都不会做 什么都不会做 所以因为我知道以前我做得不好 所以我滴下他们两个出去外面读书 让他们喊一下 不过警戒他 不可以天天吃公仔面 不然你就死了 不过都是公仔面 都算了一两年就算了 要训练他 因为如果不挨苦不行 其实想想自己也是一样 那时候我爸妈 去加拿大五年后见 捱了很多苦 不过感谢主 捱苦是锻炼的 所以人生是有苦的 不过上帝与我们同在 锻炼我们的时候 将来是得荣耀 作为我们上帝的儿女 神与我们同在 一起走 谁说做基督同没有困难呢 有 有病 有时会失业 有时会面对困难 有时小孩不听话 有时关系会出问题 有时会有很多的事不顺利 不过 我们是天父的儿女 他在我们带着我们同行 他给我们有力量 给我们有盼望 将来同德荣耀 就可以走过各样的困境 我们想想在我们人生 做基督徒当中 有没有面对很多困难 会有的 在困难当中 如何寻求出路呢 在这段经文里面 今次我们讲到的里面 我们在天上的父 给我们一个新的出路 当我们面对困境 有时不明白 搞不定 怎么办呢 有时 哎呀上帝 你为什么 你不会早点搞定我呢 有一次 有个人叫埃佬 这个埃佬 这个人 他就请耶稣去医他的女儿 怎么知道耶稣 走走走 就遇到一个12年 患了12年血流的女人 就跟他谈谈 搞了大轮 接着有些人说 哎呀你不用去了 我女儿死了了 如果我是埃佬 就很猛烈 上帝有没有搞错 那女人病了 她还没死 你不要理她 搞了我的女儿 那就死了 有时上帝 你真的太迟了 有时说 你真的上帝 你都不爱我 你上帝 为什么要这么做 很多问题 是不是 面对很多困难 很多问题 为什么你这么迟 为什么你这么做 为什么你不敢做 为什么你不爱我多一点 为什么你不让我顺利一点 很多很多问题 Why Why me 又Why not me 什么都问得出的了 但耶稣说了一句话 不要怕 只要信 跟我走 结果跟他进去 他的女儿的屋 医好了 人生就是这样 不要怕 只要信 为什么 不是信陌生人 不是信一个道理 是信一位爱我们的天父 不用怕 跟着我 我是爱你的 他是我们的天父 不用怕 只要信 信 信 不是一下子搞定 信 就是上帝 拿着手来 我拖着你 走 一路走 看看上帝的能力 怎样真实的 彰显在你前面的路当中 不要怕 有时我们害怕 害怕我们面在困难 害怕不知道 unknown 那些东西 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很害怕 不敢走 耶稣说 不用 不要紧 你拿着手出来 我就拖着你 向前走 经历神真正的风声 我们在天上的父 这位是带着我们 行人生的父亲 让我们能够 体会 我们的信仰 是一位爱我们的天父 带领我们 我们伸的手出去 让他拖着我们 我们下次祈祷的时候 我们稍后祈祷的时候 不要这么快 我们天上的父 然后想一想 原来这位天父 是向我们伸出一双手 叫我们拖着他 叫我们在他身边 在他生命里面 经历他自己的风声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主啊你爱我们 你对我们的爱 在十字架上 将你的爱子 为我们死 复活 叫我们得生命 你更加在 我们人生的路上 不断经历 这个出死入生的风声 主啊在我们人生 孤单无助的时候 你就带领我们走 你拖带我们 甚至抱住我们 以致我们真的 不再需要有忧虑 叫我们不需要怕 我们只要相信 天父啊 我们现在 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不愿意 做一个远距离的 A4的基督徒 我要做一个真正 和你同行 拖住你的手 的真正的基督徒 主啊请你 再一次 充满我们的心 握住我们的手 我们握住你的手 一起同行 无论人生 多少的困难 我们更加是 指望 将来的荣耀 因为我们相信 你的爱 是真实的 你永不改变 我们感谢你 奉耶稣的名祈祷 Amen